宜蘭已經完成 冠來五十一塊 才有出車好的路口開線 不過先繼續來發顯 有五個路口開線之後 車好受傷人所電腦 每年增加 民眾騎到不去路口 讓汽車撞到 甚至民眾是風洞到飛去 結果這隨到現場處理 好處才是沒人生夢 要限制路口的交通速度 宜蘭管政府是條件 標算合資 還增加現金比合得 對你這樣增加一個 他有一個緩衝 不然你站在這個路上 車子太長的時候 過來的時候 可能車身就會碰到我們 民眾人同說 要強化用路的安全 只是新界世界調查 發言說 關鍵後日控制一年 完成五十一的路口的改善 其中心動路二段 古生南路和中三路 頂頂五的路口 超好受傷人所說 一直都吃貨 甚至是每年都在增加 以心動路二段 古生南路和中三路來看 就算有口氣 這塊超受傷的人對三年前的五月 增加到幾年的二十 我覺得可能可以像台北一樣設計 那種 就是 行人專用的那個 思想 對對對對 實質的方向民眾也認為說 常常發生車好的路口 車流都用大 二車擋散 車輪 一定看起來是這麼危險 管政府說雖然一些比較會造輸的路口 受傷的人是增加 但是根據統計 關鍵五十一的已經改善的路口 中受傷人數兩年來是一直在講 改善也是有效 那為了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路口 那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這個原因 造成他容易造勢 那縣政府在會提出一個 這個分析的這樣子一個計畫 管政府雖然說 為了去真正了解 比較會造輸的路口 輕生車好的原因 已經在內政部 前出路口車 夠上度的分析 價位經費 要花一千空七十二萬 把經方位數個 高度的系統化 比較好作作輸的路口 數個車好的分析 採取減車車好的改善 記者綜合報道